现今三十、四十、五十年次活得可真是 一天不如一天上有老、下有小 自己也已老 身上仅剩三个亿 一个失意 一个悔意 一个不容易 因为如今七十年次 一手遮天 八十年次无法无天 九零年次后都被宠上天 几乎都变成不可理喻 的草莓族极肯老族 所以三十四是五十年代的 稀有族省吃俭用都为 下一代或许这辈子都未曾出过国 可是反观年轻的这一代 却都已经出过好几次国了 因此稀有族啊 你们要多爱自己一点 能聚就聚 能爱就爱 趁海走得动能走就走 能玩就玩 能吃就吃 能花就花 毕竟留下过多的财富 只会让后代子孙争吵不已 几十年之后 一个木坑就失 人生的终点 还有谁会领你的FB级LINE呢 到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人间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 把握当下 及时行乐 吸缘 吸福 因为亲朋好友 见一面少一面 吃一顿少一顿 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说好话 做好事 不要以老卖老 更不随便生气 不争执 不斗气 气怀身体自己瘦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一旦弄丢了 上Google也搜寻不回来了 人生也就剩这几十年了 尽量不留遗憾 稀有足想开点就好好享受一生吧